旅游部长,纳兹里再爆出这番话,全部人都大吃一惊。 巫统最高理事拿都斯里纳斯里向星报指出,巫统创党人拿都翁家话提出该党应该向所有人开放时是有远见的。 他的话被证明了是对的。当时,这番话,只是理想主义,但现在它是事实。 巫统到底是有怎样的价值,以至于它必须由马来人组成,而这么多年来马来人本身觉得他们并不想要如此。 Sponsored Links 吉隆坡7日讯,巫统最高理事拿都斯里纳斯里指出,巫统应该向所有大马人开放党籍,作为第十四届大选后改进的一部分。 他表示,不过目前为止谈论这个或许仍言之过早,党内可能会有守旧分子提出反对。 这是我的期望,但可能不会在我有生之年发生,我是马来西亚人,我强烈认为我们应该要有向所有大马人开放的政党。 你只需要做的事,在,马来西亚人,后面加上,N。 他向星报指出,巫统创党人拿都翁家话提出该党应该向所有人开放时是有远见的。 他的话被证明了是对的。当时,这番话,只是理想主义,但现在它是事实。 巫统到底是有怎样的价值,以至于它必须由马来人组成,而这么多年来马来人本身觉得他们并不想要如此。 。 Sponsored Lynx。 幽城极端伊斯兰主义政党。 也是六届肖山国会议员的纳兹里坦诚,巫统若没向非巫义及非穆斯林开放党籍,可能更偏向右翼,或成为极端伊斯兰主义政党。 他打趣称,这就是我所担忧的。 他指出,是时候忘掉国阵作为一个整体,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使巫统更强大。 比起2013年赢得的88席,巫统在第14届大选赢得54席,但纳兹里指出,就胜出的国会议席数量而言,巫统还是最强的政党。 巫统是72岁的政党,我在一个上了年纪的政党里看到的里多余弼。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和那里做出改变,带入更多年轻政治人物。 像我这样的人已主导政党40年了。 他说,巫统的强大就在广大的草根阶层生态系统及基础设施里。 巫统是大型的草根运动,他们一直以来都进行社会工作,协助穷人,这就是我们的能力所在。 这些草根成员不会轻易离开巫统。 他说,即使国阵输掉选举,他的屈属下的支部会议仍然出现高出席率,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。 他强调,巫统必须并处就习性,允许他人自由加入政党,而非把这些人置为威胁。 这政党上了岁数,但领导层也上了岁数。如果有新生代,他就会更为有活力及充满生气。 至于现阶段,纳兹里指出,巫统必须尝试成为现任政府的良好反对党。 浙江很艰苦,因为巫统不曾成为反对党,我们必须向吉兰丹的朋友学习。 一些雪兰鹅,冰城和吉达者也有经验。 我们必须根据情况相应调整,我们必须以一个政党的姿态持续下去。网友评论。 这位仁兄,当初你的态度何其嚣张,排除一己,对待其他种族如草芥,口口声声说马来西亚的华裔,印译是都是外来者,你们巫统知道这对我们造成有多大的伤害吗? 现在才来说巫统要改革,要以多元种族为主,你们觉得我们会相信你们吗? 如果你们可以做到联首相,国防部长及其他部长都有华裔和印译,那时候我们才真真正正地相信你们了。 这绝对不是多元种族还是单一种族问题,而是你们放不下土著优先这特权。 导致一些党员走向极端想法。 最终把你们的党推向灭亡,因为现代很多马来人已经开始醒觉。 不需要那所谓的优先特权了。